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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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拍C女生的生活 并且还在聊天时分享C女生的生活动态 狗仔也在直播过程中 爆出了疑似蔡徐坤妈妈徐女士的聊天内容截图 聊天中显示 疑似徐女士多次提及C女生的日常出行细节 包括监控C女生的社交动态和关系 不得不说 这个私自在C女生家门口安装监控的行为 本身就是违法的 随着蔡徐坤和C女生的流产事件不断发酵 狗仔又爆出疑似蔡徐坤妈妈的电话录音 网友整理了文字版 我跟凡尘不赖凡尘说的也是这样 你爱一个人 就像阿姨不会做菜 也学着喂康康去做菜 还有你像你真的谈朋友 你真的爱那个人 你真的为他做一切的事情 你都是心甘情愿不是图回报的 我说了一个不恰当的比喻 你舔他脚趾头 当奴隶一样 你都是心甘情愿的 对不对 网友表示 听完了疑似蔡妈妈的电话录音之后 简直毁三观 从疑似蔡妈妈对C女生说的这些话 不难看出 全程没有责怪自己儿子的意思 反过来一大明星的身份 高高在上的给C女士洗脑 一边说着真爱奉献的话 一边让女生做出自我感动和牺牲 而且 疑似蔡妈妈的这句甜脚趾头 当奴隶都是心甘情愿的 简直让人难以接受 这不是PUA吗 站在女生的角度去看 就算当晚C女生 主动跟蔡徐坤发生了关系 不存在强迫和其他方法 一巴掌拍不响 C女生在为爱主动 但凭什么女生怀孕被逼着流产 而且到最后这种伤害 反而成了C女生的幸运和福利 截止到目前 各种八卦和爆料已经满天飞了 包括C女生出面爆料认证 狗仔晒出疑似蔡妈妈的聊天记录和录音 还有晒出C女生的病例报告等 但蔡徐坤方面仍没有回应 不禁想到了之前蔡徐坤曾对粉丝说过 自己喜欢爱笑的女孩 而且蔡徐坤还曾说自己感情经历很简单 可是如今来看 随着C女士的露面指控 蔡徐坤的感情经历还能说得清吗 换言之 C女士都露面出来当众爆料了 哪个女孩敢拿自己的清白开玩笑 蔡徐坤事件还有一个插曲 其实新作女神莫小琪曾经预言过 莫小琪 莫小琪曾用名预言过蔡徐坤会在2023年夏天 会因为个人情感问题而承受舆论压力 随后 莫小琪又预言 蔡徐坤可能会在2026年重新站在事业线上 鉴于莫小琪预言的特点 她已经成功预言过多个明星的他房和翻车 所以 尽管这次蔡徐坤极有可能他房 但是2026年 蔡徐坤又将是好汉一条吗 最后 网友又调侃 普拉达还真是一个神奇的品牌 每每选的代言人都各种奇奇怪怪的离场 这些翻车他房退圈的前代言人们 哪一个不是顶流呢 除了图片所列举的前代言人们之外 还有女明星春夏也翻车了 这一次 又轮到蔡徐坤了吗 说话间 已经有蔡徐坤的粉丝开始脱粉了 不少粉丝在社交平台 晒出自己脱粉的过程 表示退坑出雾 抛售蔡徐坤的周边小物品 还有网友晒出自己申请了蔡徐坤周边物品的退款 表示 我的五年再见了 希望他一路长红 最后一句 是这位蔡徐坤老粉 对曾经偶像的最后的温存和包容了吧 不知道还有多少粉丝要脱粉呢 很多人都听过蔡徐坤这个名字 那么他到底是谁 怎么成为的流量明星 又怎么被全网黑的 很多人知道蔡徐坤是偶像练习生破影而出的 但是这并不是他努力的开始 更早的时候他就参加选秀出道过 蔡徐坤 抗 1998年8月2日 出生于浙江省温州市 2015年7月10日 蔡徐坤参加录制由安徽卫视主办的青春励志榜样养成类真人秀节目 心动亚洲 第一期和第二期 那时候的蔡徐坤还是个孩子 因为变生期 高音有时候会破音 评委问他 你觉得你穿得好看吗 蔡徐坤腼腆的一笑 说是工作人员帮忙设计的 他觉得蛮好看的 然后评委说 他觉得一点不好看 那时候的蔡徐坤 其实就很努力很努力 也很优秀 后来通过他的努力 他最后和其他几个成员顺利出道了 成立了SWIN男团 但是却被公司坑了 蔡徐坤之所以向公司提出解约 是因为他与公司签下了七年的霸王条款 而2008年出生的蔡徐坤 当时还未满18岁 合约规定 前三年一人与公司三期分成 此后三年则是公司抽六成 直到第七年才能五五分账 另外 虽然双方签约时长为八年 但条款显示 若合约期满之后 如果公司方位以书面形式 向蔡徐坤发出通知 那么合约期就自动延长两年 即等于签下了十年合约 在这几年间 如果蔡徐坤单方面想提前解约 那么每提前一年 则需支付每年300万违约金 并在2016年 伊海公司又让蔡徐坤签订了 补充合同 补充合同 进一步将之前 合同规定的300万 每年违约金额调高至3000万一年 蔡徐坤会认命吗 不可能 他宁愿背负巨额违约金 都要解约离开那个吸血鬼的公司 19岁就背负3.2亿违约金的蔡徐坤 3.2亿是大多数人想都不敢想的 在这里我想问大家 如果是你 你会怎么选 就此任命 在公司错过最美丽的年华 还是像蔡徐坤一样 杀出一条血路 后来2018年1月 参加近眼泪综艺节目 偶像练习生 并以总票数第一正式出道 成为限定男团9%的队长 期间发生了打篮球风波 这个梗是真火了 但是算黑火了 后来蔡徐坤说 我以为打篮球是我的特长 后来才知道是爱好 我觉得只是在节目中表演下自己的爱好特长 也没啥问题 好在这几年凭借他自己的努力 逐渐证明了自己 谁知道 又被曝光这样炸裂的大瓜 当然 事情的真相究竟如何还有待当事人回应 对此 大家怎么看呢